MR-Y6B 丝工研磨机产品内容 感谢您选购我公司生产的Y6B丝工研磨机 自主开发Y6B适用于丝工整个前切削面与前切削刃的修膜 即螺旋丝工导向和螺旋槽的修膜 一机多用 减少机台数量 方便使用 经济实用 研磨精准且快速 操作简单 无需技巧即可轻松研磨 配置台湾师傅制造钻石砂轮 只需一块砂轮即可完成所有工序的研磨 角度精确 寿命长 节省成本 提高使用效益 拿出机器 对机器表面及各部件的防锈油及油剂进行擦干净 检查机器外观质量有无缺陷 在操作使用前 请兼阅读使用说明书查验随即附件 加头组两只 统加共六只 5 7 8 9 13 14 六角扳手及设备标配 CBN砂轮两件或选配SD砂轮 产品使用前 必须确保使用主电源的安全有效措施 应有牢固的接地装置及保障设备的平稳放置 检查确认机器开关处于关闭状态 应置于零的位置 核实说明书上所需参数电压与逐电源提供的使用电压保证相一致 打开开关 置于开的位置 检查电机运转状态 本机为左右生头研磨 左为普通丝工导向和直草及螺旋丝工导向的研磨 右为螺旋丝工切削刃槽研磨 Y6B 丝工研磨机操作使用 左侧的结构及研磨方法同Y3C一样 下面介绍的是螺旋丝工研磨方法 在研磨前丝工的判定 必须先确认丝工使用之研磨砂轮材质 1.CBN 砂轮适用于HSS风缸材质 2.SDC 砂轮适用于乌缸硬质合金 第一步骤 丝工夹头组之安装 1.取出药膜的丝工 选用相应的桶夹 取出夹头组 以45度角将桶夹嵌入夹头座 再与固定夹头罗帽连接组合 2.将丝工拉出至所需长度后锁紧丝工 等待放入研磨座 丝工拉出长度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 第二步骤 丝工导向之研磨 1.当开关灯亮起时 马达旋转安定时 夹头组缺口部对准研磨台之切槽 将夹头组置放于导向研磨座 2.左右转动 轻轻推低 让夹头与研磨台完全密接 然后再根据丝工直径大小 调整静给手轮 让丝工碰到沙轮 左右旋转开始磨削 直到研磨声音静止 3.三刃转120度 四刃转90度 以同样方法研磨丝工 另外导向到无声为止 第三步骤 螺旋丝工切削刃之研磨 1.将家具组插入切削刃研磨孔 导轨滑块清洁角度大于丝工的螺旋角度 2.家头组平面与研磨台平面靠紧 调整十字托板 让丝工切削面靠近沙轮圆弧角 3.将千分尺微调调整至丝工螺旋槽圆弧底部 轻轻接触即可 4.轻握加头组并做顺时针螺旋转动研磨 切记不要向下用力 5.研磨时施力要均匀 以免影响丝工切削刃大小边 6.丝工切削刃槽的深浅可通过十字托板上的两个刻度扭轮来调整 7.以相同的方法研磨丝工另外几边切削刃槽 8.研磨结束后取出家具组 关闭马达开关 第四步骤 机台清洁保养及更换沙轮方法 请使用者于使用前后清理所有机台灰尘 铁线 尤其是研磨接触孔之清理 1.松开固定螺丝 打开沙轮保护盖 取下沙轮固定螺丝及扇叶片取出沙轮 2.将沙轮及轴心接触面擦拭干净 沙轮新品装入轴心 3.固定螺丝装回 再将固定螺丝锁紧 最后提示 机器使用中出现一般故障的排除及维修 经与厂家联系或送至指定经销商处进行维修 严禁被专业技术人员随意拆卸 以免造成机器刺激的质量和安全事故 3.固定螺丝 3.固定螺丝